《金刚经》 指导们、教授们 是要么行的呀 听是第一步 你练习去做、去行 那才能启入 文法要启入 启入说佛在这说的这些法 搞什么的方法而已 你得去做 做了 你要做而不舍 不是做一回两回啊 实时做、念念做 心里长期真容 如果你一天能念上十遍《金刚经》的 你贪真词的心呢 就少了 渐渐地消灭贪真词 征进戒兵会 那你渐渐才能启入 但是这种的功德、道理 很难生气 我曾经见到 念了十年《金刚经》 退了 退了、道心了 他怎么认为 他说我已经《金刚经》念了十年了 我没得到 什么也没得到 不念了 我问他 我说你想得到个什么 他说幸福啊 生活当中幸福 还有我想《金刚经》告诉你 能成道啊 《金刚经》成道教教 你无所得 你在那儿求得 你跟《金刚经》说所教的 两个相背道而辞 你能进入吗 我读《拿不经》 一定依教奉行 我想这个道理 每个道友都懂得 你不依教 也不奉行 往来有些得到经上所说的利益 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 不论你学《拿不经》 你要听话 听谁的话呀 听佛的话呀 听佛的话呀 经是佛说的呀 佛叫你做 你不做 佛要你往哪边走 你向北边行 你跟佛背道而辞 你越走越远 你真走到一路上去啊 我希望道友第一步 听到《金刚经》了 你读或诵 把你这个思想啊 跟《金刚经》结合了 遇到任何事儿 《金刚经》的一道理 就现眼前了 或者你跟人有争执 你一向《金刚经》 哎呀 看破了 放下 不争了 遇到有什么烦恼 拿起《金刚经》念一遍 念一遍 你心脑就烦恼就清了 就让火很大 喝杯凉水 浇一浇吧 就凉快了 就清醒了 你必须心 跟《金所教授》的道理 结合到一起 不然呢 我们是种上根 得佛报 在修行利益上 得不到 心要气弱 心跟经啊 契合到一起 这就能得到 得到了什么利益呢 你就印得合适 你都看破了 物烦物脑 对 对 家人有什么好处 少病烧脑 对 对 求富贵 能得到 求长寿 能得到 你所有求 你一个无相之心 求有相法 那应运而得解 无相心 求无相法 那就难一些了 但是你有个无相心 求无相法 也决定能承担 但一有相心 求无相法 你很难得到 你得先把有相放下 我说能见到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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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十点钟 放下 八点钟没有了 永远没有了 明天早上还有八点 那个八点不是今天的八点了 这个道理应当懂啊 过去不会回来 过去就属于过去了 未来呢 未来还未来 谁知道未来是整回事啊 你以为明天还是照样的太阳出来 不一定 也许夜间就阴天了 一切事物你应当做如是观 如是观 这样呢 第一步 首先解决你 心烦恼 心烦恼了 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烦恼就少了 多关心 少说话 我多说话 不关心 心口开河 身口意散业 特别疏众 老汉你讲错了 讲金刚经讲心的了 心发生在什么处 寄托在什么地方 这个大家要参考一下子啊 试一下子 今天就讲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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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